我想我們之所以會站在這裡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告訴林明珍 孔雀員是大家的 日月潭是大家的 我們不能接受三野BOT 海野BOT 日月潭也BOT 我們能接受嗎 不能 對 我們不能接受 我必須告訴大家 日月潭是台灣所有人的公共資源 今天孔雀員有一公頃六分地 但是林明珍卻為了在BOT的時候 迴避環評 迴避環評 把這個土地做切割 林明珍要迴避環評 難道他背後有什麼樣的圖利 有什麼樣的目的嗎 後來 現在是10月30號晚上的11點30分 我們正式跟日月潭派對所報案 也打電話給110報案說 孔雀員的孔雀都不見了 只剩下一支 眼睛受傷害 唇一隻孔雀沒有抓去 我更是說 這個行為到底還是幾點 管政府來抓去的 是管政府抓去還是去往頭抓去 到底是怎樣 所以冠軍不妨跟景峰要求冠軍來處理 查明到底是什麼人來把這個空襲抓去 本來應該是說 麻煩八點就是所謂 今天就算了 這段時間要涉及管政府的財產 為什麼放好外面的人會來抓去的